众所周知 娱乐圈遍地是美女 不同类型的美人师数不胜数 能到达一线明星行列的那更是美女中的美女 杨幂就是如此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历练 杨幂的颜值反而变得更高了 一点都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 在不久前的尖叫之夜活动中 杨幂身着亮眼的白色皮草裙亮相舞台 立即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件裙子竟显她的优雅气质 造型更加惊艳震撼观众 除此之外 杨幂的知名度还是很高的 一出场就引起了众多粉丝连连尖叫 而且当晚的杨幂还上了热搜 热搜词是杨幂又听到什么了 作为娱乐圈的吃瓜群众 杨幂又一次在公共场合 展现了自己的吃瓜本色 更是被粉丝拍到了照片 放大看不知于何谓说什么了 杨幂就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带了几分讶异 还有几分八卦的眼神 让网友也分外好奇 杨幂到底听到了什么 然后 杨幂上台时居然回应了热搜 杨幂又听到什么了 随后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继续说道 其实听到什么不注意 重要的是我看到了 于何伟老师亲了马东老师 甚至她还进行了亲身示范 木啊 就这样亲的 简直太可爱了 四岁进娱乐圈 十六岁正式出道 杨幂可是娱乐圈中的话题女王 有杨幂的地方 就一定有热度 而且在娱乐圈中也非常的受欢迎 毕竟是四大花旦之一 自从出道以来 杨幂一直在自己的事业上不断打拼 从一个原本的小演员 成为了女主角 收视冠军 这其中付出的努力自然是一般人没有办法体会的 当然 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优秀的影视作品 不管是主演的电影还是电视剧 总能达到票房大卖 例如《小时代》中的林霄 《三生三世十里》 《桃花中的白浅》 《仙剑奇侠传》中的《唐雪剑》等 她饰演的每一个迎评角色都生动形象 深入人心 除此之外 杨幂还有相当丰富的眼界 曾经自己成立了娱乐公司 而且旗下有很多知名的明星 比如迪丽热巴 张云龙 张彬彬等 都可以说能够独当一面 可以说杨幂是事业上的女强人了 如今杨幂在娱乐圈发展的可谓是顺风顺水 现在的她虽然很少有新作品 但多年积攒下来的人气和自身的优势 依旧让她保持着很高的活跃性 即便是在这个更新换代一场迅速的时代 依然保持着这么高的热度 可见杨幂的实力有多强 而在前些天许久未有作品上映的杨幂主演的新电影居然定档了 11月27日 杨幂、于谦、甜于主演的新电影 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迎来定档 这是杨幂与德云社合作的悬疑喜剧 官宣于2024年1月13日上映 该影片讲述了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在戏院分赃 然而却没想到牵扯了一桩命案 光是预告看着就反转不断 而这四人的身份也十分特殊 随着火锅翻滚也慢慢浮出了水面 不仅如此 齐刘海学生投的杨幂还是很少见的 真的像极了小斗拉 真是期待感满满啊 谢谢大家